各位正宝会计网校的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王老师的课程 跟王老师一块学习 今天咱们继续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 审计科目的学习 我们来一个新的班次 叫做习题班 进入到习题班 它跟基础班不一样 在基础班的时候 刚刚开班 可能更多的同学是 我买到了新的教材 或者是我们刚刚完成了 出块考试的报名 在那个阶段 可能有同学是零基础的状态 有可能是已经经过了 这个相应的审计相关内容的一个学习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经过了一个基础班的学习 有的同学可能是 很好的夯实了基础 对于整个审计教材 以及整个知识体系 有了一个不错的把握 那么进入到习题班 是要通过做更多的习题来 夯实基础来挤上添花 当然也一定会有同学 在基础班的阶段 并没有做到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夯实基础的过程 甚至于有可能会存在 这种走马观花的状态 所以进入到习题班 也有可能会比较迷茫 或者是有点不够自信 我想不管是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备考的脚步不能停歇 那么我们进入到习题班 希望大家就跟着老师的节奏 如果你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好 那么我们就通过在做习题班的习题的过程当中 更好地把基础夯实更好地做到一个提升 那当然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基础班 可能基础还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妨一边把前边的基础认识更好去巩固 一边呢 结合着我们习题班 老师介绍的习题 再回去把相应的知识点 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和笼统的学习 那么我想 不管是你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要往前推进我们的历程 我们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就希望大家在习题班阶段 通过做习题的方式 把相应的重要的知识点 跟着老师好好去学习 那这就是我们习题班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当然在开始介绍每一张习题之前 我们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整体 关于习题班学习的一个交代和要求 对于习题班我们如何来学习 我们将会给大家从这三个方面来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首先是我们在习题班会学什么 第二个 我们在习题班应该怎么去学 第三个 就是我们通过习题班的学习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 我们可能期待在习题班这样 二十多个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学习之后 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 这是我们同学可能会非常关注的 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同学们交代和交流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习题班我们要学什么 结合着审计考试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审计这门科目 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说 最近这些年教材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所以对应着的重要的基础知识的这个考察 会非常的多见 而且要求会很高 对吧 所以你看每年那些高频的考点 或者是叫做特高频 非常高频的考点 都会是考试当中经常会命题的这个知识点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些基础知识 对于高频特高频考点 年年都会有 那我们就结合着历年的这些经典的题目 来帮着大家带着大家去关注 哪些是高频考点 第二个 对于教材的考察是较为全面的 审计教材一共有23章 我们说有重要的章节 比如说从客观体命题的角度 第一章重要 第三章重要 对吧 当然后边还有很多的章节都很重要 那从主观体角度来说呢 我们说这个韩正重要 货币资金重要 这个存货监盘重要 等等等等 就是有不同重要的知识点 对应着相应的重要的章节 对吧 当然也有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不是那么重要的可能就是分数比较少的 比如说第五章 比如说第六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会惊奇的发现 当然这个惊奇是带着引号的 就是在每年考试当中 每一章基本上都会有题目涉及 哪怕是像第五章 它都会有一分这样的题目去涉及 所以章章都会考 面面都巨大 第三个特点 就是审计这门考试 它对于会计基础和审计实务的关注较多 那可能我们更多的同学就会从这个角度上是说 我们学完了会计之后再去学审计 才能够通过审计 我觉得这个不无道理 但是又不全面 或者说也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要在后边加了一个有需有时 其实就是我要讲到的 我也在很多的这个场合 很多的这个给大家介绍知识的过程当中谈到过 虽然我们讲会计是基础 审计更重要的注重的是逻辑 会计学好了之后再去搞审计才能够OK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我们涉及到对于会计知识的纯考察 往往就是集中在综合题的资料一和资料二结合的时候 会有一些对于会计知识的考察 在综合题资料一和资料二结合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让你判断是不是存在重大错报 而判断的过程往往就是 被审计单位的这个会计处理出错了 导致了他相应的这个会计科目选错了 账目出错了 最后就有重大错报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懂会计 那么你就看不出来他存在的错误 对吧 这就是对于会计基础的一个考察 但是纵观整个考卷的100分 或者说105分当中 我想非常直接考会计基础的 无怪乎就是在刚才我提到的综合体这个点上 而除此以外更多的地方考察的 还是这个审计准则当中的一些根 审计有关的基础知识 审计有关的逻辑 审计有关的理念的考察 那么这是关于会计基础 第二个审计实物 我们很多同学都非常的头疼 在于说审计教材的第九到第十二章 尤其是九十十一这三章啊 它的这个实物的特点会非常的明显 而同学说老师我要么就是在校的 应届的大学生刚刚毕业 要么就是我去读研究生 我一点实物经验都没有 或者是我索性就不是才快专业出身的 我即使是才快专业出身 我现在做的也不是审计的工作 所以我学习第九到第十二章来讲 我会非常的痛苦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章节也是如此 只不过九到十二章会很明显 因为我没有太多实物的经验 但是你仍然不会很难的去发现 很多的通过筑块考试 哪怕是通过审计科目考试的同学 他仍然是没有什么审计实物经验的 为什么这么说 同学说老师 实物的题他都没答 别的题他都答对了 也不尽然 因为我们讲 虽然审计对于实物的要求很高 你去做审计的工作 实物经验非常的重要 但是实物是实物 工作是工作 考试是考试 他们两个虽然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考试过程当中 从命题人的这个角度 或者说从这个看题目的角度上 我们仍然能够发现 其实 往往是披着实物的 这样的一个外壳 而背后考察的就是 那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知识点 也就是说 你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实物 没有实物经验 但是你看到考题 他就是考察 1加1是否等于 这样的相对来说 比较基础的知识点 只不过呢 你需要有一个处类彭通的过程 你不能说 他今天说的是一个制造类的企业 明天换成了是一个医药类的 或者是说换成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的 高新技术企业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了 对吧 那你这样的话 过于对于知识的死记应位 确实不能够很好的去应对各种各样情境的一个考察 对吧 但实际上 你通过对于相关题目的发现 你会看到 就是知识点的考察 万变不离 其中都是那些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需要大家通过做题 通过跟着老师的这个思路去走 来做到对于知识的一个融会贯通 第四个 审计考试当中 会特别强调对于一些重要细枝末节的一个观照 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们在刚才就谈到了说 审计的考试最近这些年 其实对于这个教材当中 对于知识的一个更新啊 或者是教材的一个变动上来说呢 是比较的有限的 每年发生变动的章节和变动的实性 变动的内容啊 也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说 重要的知识点 哎 又是特别爱考的 教材的变动呢 又比较有限 那么这个时候 再进行命题 我们可以从这个最后的这个 出来这个题目可以看到 命题人 他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去 对于一些重要知识点的不断的深啊 尤其是关注一些重要的细节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既然这样 大家就不容小觑这些细节 不能说仅仅停留在我 大大大大的一堆框架 但是怎么样往这个框架里边 去把这些内容去填充 每一些重要的内容 到底具体讲的是什么 我可能是一知半解 这个不好 因为审计本来有很多的题目 考的就会非常的细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通过啊 这些分析之后 再去带着大家去做习题啊 巩固我们前面学的那些知识点 强调那些重要内容的时候呢 就会要有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 刚才我们提到的 我们学什么 我们学什么 其实更多的是说 我们已经学完了基础班之后 进入到习题班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气象 新的变化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基础班和习题班 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对吧 那基础班学的东西 我们到了习题班之后 仍然不会变 不可能说基础班 这块是重点 到了习题班 这块已经作为 不是重点的内容了 不会对吧 内容不变 但是我们说要有心意 这个心 它有两个方面的解读 一个是新旧的心 这个心意体现在什么 就是我们在基础班阶段的时候 不管是你一到二十三章 老师给讲的这些内容 搞得很清楚 还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我们专题 给大家介绍的那些专题的时候 我想可能大家会随着知识的 不断的融入 不断的深入 有一些这种温固而知心 不断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吧 但是我们到了习题班之后 我们结合着一大量的习题 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习题 那么通过做题的方式 来巩固前面的一些知识点 让你更好地来了解到 教材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知识点的考点在哪里 命题人的命题的思路在哪里 对吧 通过这些 其实是一方面把这个知识点 对应着重要的内容掌握好了 另外一方面呢 也通过做题找到了 哪些知识点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在学习知识点的过程当中 需要重点的去领会哪些内容 对吧 这是第一个心 就是我们有温固而知心的这种感觉 当然后边我还会再讲这个温固而知心 第二个心是心意 这个心意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心意说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特别喜欢一个小端语 叫做问问你的心 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给同学们提要求 不管是我此时此刻正在讲课 屏幕对面的这个同学们 你们 还是我就站在大学教室的课堂当中 给我的本科生 给我的研究生 给我的博士生去讲课的时候 我特别会说 大家要时常的问问你的心 问问自己的心 就是我把时间搭上了 我把精力搭上了 我把整个的这个对于我要去考试 我要去学知识的这个初心和自己的相应的这些做法 我的精力时间都搭上之后 我是不是很好地对得起了这段时间 这是一个心意 就是大家要问问自己的心 就是我不要马马虎虎走马观花 我不要就是事件当中耗着的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要做到自己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把知识 整个教材对应着内容体系的一个融会贯通 你看我们在基础班的时候 一张一张给大家过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教材当中有很多的知识点 是有一个前后呼应的 你看我们在专题的时候 就给大家开始尝试着把一些专题 给他相应的内容放到一起成为一个专题 让大家呢 在备考的过程当中 把这些知识点串到一起来学习 可能更好去理解 更好去掌握 而作为同学们 你们而言 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结合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些 建议和参考去搞 另外一方面 就是结合着自己对于知识掌握的习惯 自己记忆知识理解知识 并且去运用知识做题的这样一个习惯 那把相应的这些我们教材 或者是讲义当中给大家谈到的这些重要的知识点 有一个比较好的融会贯通 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个知识 学习和提取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将重要的内容熟悉并且掌握 就是通过不断的夯实 把这个教材能够给他学后了 再给他学薄了 学后了就是你把每一个对应知识点 他能够拓展的点给他了解了 而学薄了就是你拓展完了点之后呢 你形成了整个的教材体系 你有了自己的一个思维 一个逻辑 一个习惯 相应的把重要的知识点就形成了自己的内容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架构不变 更重视逻辑 其实刚才呢 我也已经谈到了 关于我们整个教材学习过程当中 一个习惯的重要的影响 我们整个的审计教材架构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把这个第20章 第21章第22章给他 包括到23章给他先滴了一边去 对吧 我们说1到19章 第一章讲的是基本的概念 从第二章开始审计的计划 对吧 第三章审计的证据 然后呢 进入到了第六章审计的工作提稿 这也是我给大家讲课的一个基本的顺序 对不对 再然后呢 就是这个风险导向审计的逻辑 第七第八章 对吧 然后你除完第八章之后 你可以就直接进入到第18章 完成审计工作和19章审计报告 对不对 你可以先把这几章放到一起 它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和逻辑 而9到12章是相应的业务循环 13到17章是一些特殊事项的考虑 对吧 你看我们这样的话 把1到19章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逻辑 当然四五章同学说 你把它忘了吗 没有 审计抽样 我们可以放到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之后来学 它是属于方法 信息技术对于审计的影响 你可以把它放到最后来学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你其实你看这样的话 你自己就抽丝剥茧的 形成一个自己对于 审计流程的基本逻辑 再形成了一个对于教材内容的 一个基本逻辑 当然20 21 22 23 22和23 其实是可以跟前面放到一起的 学完了前面的这个逻辑之后 我们知道 做好审计要遵守这个准则 遵守道德 对吧 20 23讲的是道德的事 21是说 作为一个事务所而言 它要运行好 那需要做好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 哪些方面质量管理 对不对 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和要求 20章特立独行的币 20章内部控制神迹 那么你想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架构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梳理之后 那在注重各章节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 其实对于你理解知识来说呢 是会非常的有帮助 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了 我们在基础班一开始的时候 就给大家谈到的 包括我们讲第一章 最后一个知识点 就是审计过程的时候 给大家罗列的那张图 我们今天没有放在这里 你不妨就回去去翻 我没有放在这儿的意思 就是让你回去去翻翻 我们之前的讲义 技术班一开始 第一章讲到审计过程 最后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就放了那样一个 审计的逻辑图 对吧 通过那个图 其实也是可以让你更好的来了解 审计 各个环节都在干什么 我们每一章都在讲什么 这一章讲的内容 是在审计的环节当中 哪个步骤 哪一个环节扮演着什么角色 第二个是 希望大家通过上述的这个方式 以理清的逻辑来定位各章节 你定位完各章节之后 你就知道这一章他在讲什么 你做题的时候 你首先就见到题目就知道 这个题考的是哪一章的知识点 对吧 然后再去回想那一章知识点 我们学了什么 讲了什么 老师强调了什么 重点是什么 哪些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对吧 你想这样的话 你再做到题 你不就不会手忙脚乱了吗 不会举手无措了吗 对不对 然后 以立体的框架来填充知识点 厘清完了各个章节之后呢 你就会很清楚 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 哪些是关键流程当中 哪些是常考的 哪些是考的比较有限的 对吧 然后呢 形成这样一个框架之后 再把对应着重要的知识点 填充到各个框架那中去 那我们就是见到题目 就跟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见到这个题 我就知道 这道题 数学题 它考的是哪一章的知识点 那是立体几何 还是平面几何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对应着这个题 我们就要猜考题 出题人的 他的一个出题的意图 一个基本的思路 并进一步的就来 形成自己对于知识点 回应 那你看到题 你就想到什么知识点 做到这样一个互相照应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说完了我们学什么 再来看看我们怎么学 其实一直特别强调的就是 要有自己的习惯和风格 对吧 但是呢 要不断的优化自己的习惯和风格 不能说我是固执的 所以我的风格也是固执的 而不管这个风格 对于自己来说到底适不适合 对吧 我们说更多的是叫做 不断的见显思奇啊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 我们怎么学 要把握重点 关注难点 我们在习题班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每一个考点 都会给大家指出来 这个考点 只要放到习题班 就说明这个考点 有对应的题目 就是那一年考树当中 曾经关注过到的 就说明值得 我们在习题班的时候 通过做题再去回顾 实际上 已经是在基础班的层面上 有了一个这种凝练的过程 第二个 在这个考点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加星号 可能最多的是三颗星 但实际上 如果说分的更细的话 我可以分到四颗星 五颗星有的支持点 对吧 但是我们觉得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习题 我们就相当于是 这个自上而下的方法 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 你看我们说这个 道金字塔 对吧 这个怎么选出来 这个观念審计事项 一步一步的提取 那么我们到习题班 比基础班 有了一个进步 对吧 但是我们实际上 到冲刺班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继续凝练 但是在习题班的时候 我们就分了三档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星最多 越多意味着 这个知识点的 这样一个重要程度 是越高的 对吧 所以要把握重点 关注难点 那从高频的考点 特高频的考点 再到重要的知识点 大家都不能忽略 都不能忽视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强调 怎么学呢 背诵 理解和应用 一个都不能少 该记的记 该背的背 那同学们 我们肯定会有 非常多的同学 尤其是理工男 理工科的同学 不管是这个 女同学还是男同学 只要你是理工科的思维 我通常都习惯于 称你是理工男 是吧 当然没有任何的 这种歧视的成分 就是有很多同学 我不愿意背 我是理工科出身 对吧 文科的同学呢 可能我习惯了 有些知识点的 这样一个背诵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一点是 其实我也是理工科出身的 从这个高中到大学 一直都读理科 再到大学 读工科 再到后来呢 这个读研究生 读博士啊 才换成了这个会计的专业啊 然后那你想 这个过程其实就 也是自己一个 不断成长的过程 我会发现什么呢 有一些知识啊 背诵背诵 你可能一开始 不是特别理解 但是你强硬着 逼着自己 把它背下来了 那么你背下来了之后 并且不断的重复的去背 那么你背着背着 可能就理解了 对吧 而有些知识呢 你理解了之后 是有助于你去背诵的 所以理解和背诵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的 互相成就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就需要耗费大家的时间 对吧 那么为什么要做到背诵呢 我在想 一方面我们说了 它有助于理解 有助于你把这个知识 真正的搞到自己的 这个脑海当中去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要强调 毕竟在审计的23章当中 我们可以说 能够构成考点的 非常的多 对吧 你可以分的细致一点 100多个考点 是绝对不在话下的 那100几十个考点 我看这个有的同学 自己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 说你看我画了100多个考点 你觉得你看我 我这样画行不行 我说没问题 只要你把重点的考点啊 都给它标出来 都给它强调出来 就OK 对吧 那么多的考点 对应每一个考点 可能还有不同的 这个知识点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些知识点 你没有把它 很好的记下来的话 那等到考试 就有可能会忘 对吧 毕竟呢 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不仅仅是审计这一门 不仅仅是注快 这个考试 这一个事 对不对 所以呢 不如一开始的时候 就通过不断的夯实 把它搞定了 然后再到后边 你会越做提心理约定 越做提心理越踏实 而前边的这个夯实的过程 背诵理解和应用 一个都不少 那多说两句关于应用 关于应用 这个应用不是说 我拿到直接拿到这个工作当中去 这个比较有限 有很少 有同学说 我现在在事务所里边 这个这个 我正好今年正在干这个审计的工作 我直接把我们上课的这个内容放上去吧 这个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我说的这个应用指的是 至少我们到做题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理解并背诵的这些知识点 跟对应的这个题目能够给它对上 就OK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讲 委托的时候 如果前期财务报表 经过了 前任注册快失审计 上期报表经过了注册快失审计 那么这就相当于上期财务报表 经过了前任的审计 那我们在本期的审计报告当中 我们的准则说了 是可以在其他摄像段当中来说明的 对吧 说这个事 那说这个事的话 你可以说 那么你可以在其他摄像段当中来说 那如果你说的话 你就要求要把三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上期报表已经经过了审计 出了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 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 原因是什么 以及出具审计报告的日期 对吧 要把这三个都要写上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想如果考试就这么考的话 你没有把这三条都记住 你说我记得应该是说 可以在其他摄像段当中来说的 但是具体的要求我没记下来 那么相当于你知道这个知识点 但是你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对吧 所以你想这种背诵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说大家要分清楚次 我们第一个点就谈到了说 要把握重点 关注难点 对吧 其实对于这些高频的考点 我们不仅仅是说通过大量的做题 通过背诵 来把它给搞定 对吧 还有一点的要注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对它做到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应用 这个融会贯通的应用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出题的时候 它会变着花样 变着这个说法来进行出题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清楚 它的这样一个变花样 这个是不是变了原来的这个说法 是不是说我们以前做的这个题 它的那个点和今天这个点是一样的 还是正好相反的 对吧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对这个知识点的一个理解和把握的一个结果 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一般的知识点 那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强调 就有的知识点是三颗星 有的知识点是一颗星 而有的知识点甚至于我们都不会在习题班当中 再来给大家举例子出题了 我们可能只是一带而过的说两句 对吧 但是并不代表说它一定不会出题 你比如说像诸块审计和政府审计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区别 对吧 你说在2021年考试的时候就曾经出了这样一道题目 而我们没有把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来讲 今年同样如此 但是我们仍然跟大家在基础方向上就强调了 强调什么了 就是这个知识点呢 在今年其实也发生了变化 它不仅仅在谈诸块审计和政府审计的区别联系 还把内部审计给它揉进来了 对吧 相当于审计体系当中的三大审计 诸块审计 内部审计和政府审计 放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相当于是今年教材的新变化 而我们说对于新变化来说呢 仍然需要大家以这种新的变化的知识点去备考啊 它是一个今年来说出题的一个可能的这个高频考点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展开来说 因为基础办的时候已经谈到了 它可以去衍生的点并不多 对吧 所以呢 我想在这也是以它为例给大家强调 就是对于这些一般的知识点呢 我们相当于是建立了自己的这种相应的知识掌握的水平 能力的这样一个判断之后 如果说我们已经把这个高频的考点搞得非常的OK了 对吧 很多的题目我们现在的这个证确率很高 对应着知识点的掌握已经非常充分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当要给出这些一般知识的一个 记忆的理解的时间啊 那么第三个呢 叫做有地方是区别对待 我们说对于不同的知识点 它在考试当中这种出现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客观题知识点啊 像我们谈到的第一章的审计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啊 那么他考这个主观题的点是非常有限的 对吧 当然可能比如说像认定啊 他可能跟综合题结合一块来考察 是不是 你比如说像这个第四章的这个审计抽样啊 他在主观题当中可能会考一到两个点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在客观题当中考察 比如说对于实际抽样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应用啊 对于抽样过程当中的 比如说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 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 属性抽样 变量抽样 对不对 然后再考察 比如说影响了样本规模的相关因素 对吧 然后呢 样本设计过程当中的各个因素的一个考虑等等 对不对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客观题特别爱考的点 所以对这些知识点 因为他客观题爱考察 我们就要求大家把对应的那些原文啊 那些考的点的内容啊 都得记下来 甚至于都要背下来 当然背我老说 但是我也不是说永远都提倡 你什么什么都得背 你什么时候都得背 你不理解 确实 你如果什么什么都背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呢 OK 但是如果你一直背 永远都不理解的话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对吧 所以呢 一定是建立在背的同时理解了 理解了之后背过了 这样的话呢 他在进行考点的一个内部啊 就是这个考点定了 就考这个点 但是呢 可能说法的变动啊 这个一些局部的这种侧重点 关注点的一个变动 你仍然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担心 对吧 而对应的这个主观题 其实我觉得 他背考的策略会更明确 为什么 因为你想客观题 他可以在整个教材的很多点 就先考察 对吧 但是到了主观题 你可以发现 尤其简答题 那简答题 无怪乎就是那些核心的点 啊 韩正 对吧 存货监盘 货币资金审计 对不对 同学们 会计估计审计 关联方审计 持续经营假设的考虑 首次接受委托的时候 对其出预额的审计 对吧 然后再到后边 质量管理 这个对独立性的这个考虑 审计报告 对吧 那无怪乎这些就是主观题 简杂题爱考的点 当然还有16张 计算报表神迹 是不是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说可能每年会有一个新的 比如说去年考了内部控制审计 对吧 更多的我们在背考的时候 这些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些题 怎么样去应对呢 我想一方面 我们说一定要说审计的话 就是用审计的语言来讲审计的故事 对吧 有一些应当的词汇 你要记清楚 应当的意思就是必须得这么干 是不是 那考试的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是把该应当的 他换了别的这个方式了 那这不就错了吗 对吧 那还有什么 比如说特别强大的一些控制的这个要点 比如说这个含证的过程当中 对吧 发出寻证含 这个回含 这些过程都是要有相应的一个控制的 那么是不是违背了相应控制的要求 对吗 那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想一方面源于我们对于教材 对准则的一个把握 更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过做题的方式 把他爱考的点爱抠的点 给他清除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答题 你就知道这个点就错在这里 这个点没问题 OK 对吧 而回到综合题 这是往往我们说19分特别难拿分的一道题 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难的就是资料一和资料二 因为这两个里边确实会相对来说综合 一方面呢 他会考察你 比如说对于这种分析程序运用的一个思路 毛利率呀 配比原则呀 他符不符合跟具体情景和报表数据的这种逻辑的关系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考察你会计基础知识到底过不过关呀 对吧 因为有些他就是会计处理出错了 如果你不懂这块的处理 你就不知道他在这块出了错 或者是你觉得他出错了 但你不知道新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做法是什么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难度有点大 但是我想从资料三一直到资料五 后边的对应着这个综合题的二大问 第三大问和第四大问啊 我觉得问题都不会太大 为什么 你虽然看到它是一个综合题 对吧 你看到二说对于资料三 一二三问几个问 对于资料四几个问 资料五几个问 但实际上每一问对应的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客观题的考点 一道解答题某一条的考点 对吧 哪怕其实你说到解答题 针对韩正一二三四五条 这五条往往也都是各自独立的 对吧 所以其实对应着一条就是一个考点 那只不过他放到了这个解答题或者综合题当中去 一种主观题的形式来考察 我想其实它都并不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信心 要根据老师给大家提出来的这些要求 提出的这些做题的一个思路技巧来好好的去把握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要注重细节 常常反思 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像审计当中我们说应当的 准则提到的应当 教材提到的应当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爱考的点 对吧 他不能说把应当的变成了可以 所以啊 同学们 咱们要清楚什么时候是应当的 什么时候是可以的 把应当的说不用去做 那就错了呗 对吗 而如果人家说可以去做的话 他没做 那往往就可能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这属于我们在掌握知识过程当中必不可少 另外一个就是在做题的技巧当中 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题干说的是正确的事正确的有 而不是不正确的 或者是说正确前面明明加了一个不字 结果你没有发现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做错题的这种可能 而实际上这个知识点你掌握的很好 对吧 我想我们长到这么大 做了那么多的这个题目 参加了那么多次考试 你一定会有同学有这样的一个 相对来说爱马虎的习惯 对吧 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习惯哈 但是就是在这个爱马虎吧 经常把这个不字漏掉了 从而就导致了 哎 你的思路就偏了 你的答案就错了 当然还要注意这个题目 可能会存在那种偷梁换柱的情况 对吧 换说法 换了说法之后 选项当中换说法 换了这个说法 他就不成立了 他就错了 对不对 那么也希望大家 就是通过刚才这些情况呢 我们要注重这些细节 要经常的去把这些知识点 不断的去学习 去猖识去巩固啊 大家要习惯着去复盘 向下的知识点对吧 来反思自己哪块掌握的好 哪块掌握的不好 尤其是掌握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我一做题这块就出错 为什么出错了 知识点掌握的不好啊 还是理解的不到位啊 把这些都搞定了之后 我们再回过来去做这块的内容 应该来说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对吧 那么这是第二个 我们怎么学 再来看最后一条 就是整体布局和把握 我们说整体布局和把握 就是把前面做的一些小小的总结 就是我们要学会着 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啊 回头看 回头看看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 我们曾经理解这些知识 到底到没到位 检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就是做题 对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融会贯通 不仅回头看还要往前看 不仅回头看还要把知识前后之间 做到一个一体化和相互结合 那么第二个叫做强化重点啊 强化重点的意思在于 我说了很多遍 就是对于那些重要的考点 不管是客观题的重要考点 还是主观题的重要考点 都不能掉以轻心 都要把握好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叫做总结题目的套路 我觉得这个套路呢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在讲课的时候会给大家提 对吧 但是我也想啊 就是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过程 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和节奏走 一定是没错的 因为老师相对来说 会给你一些这种 相应的一些经验和总结 但是大家也要形成自己的一个习惯 对吧 我特别喜欢看 尤其是有一些女同学啊 在自己的这个教材当中 沾了很多的这个笔记 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标签的形式 有的时候是直接在这个教材当中 写下来了 或讲义当中写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 对吧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个讲义 弄得密密麻麻的 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觉得 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不知道对应的这个条理在哪里 但是只要你自己记得人懂 就足够了 是吧 最后呢就是叫做 见题如何思法 我们说见题思法 看见题目就想到方法 这是我们在高中上数学的时候 老师经常会跟我们强调的 我也觉得这个习惯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 我同样觉得大家在做这个 考试题目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很好的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就知道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答这个题目 从哪个角度去找到这个题目 可能会存在的这个 突破口 或者有问题的之处 那怎么样 总结出来这个经验 那有了这个经验 你做题会更容易 但是这个经验的获取 或者是说 看着题目就要往哪块去想 而且是想对了的 一定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积累和沉淀 对吧 而这个做法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不仅仅是用于审计 我想各个科目都受用 那我们有什么期待呢 我做了几个总结 第一个就是夯实 我们希望啊 在习题班这个阶段 不管是我们通过做习题的方式 还是在做题目过程当中的 不断的这个 对知识点的一个加上和巩固 我想我们要利用这个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从五月下旬 一直到七月上线 一个月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把习题这一部分做好 同时结合着习题的学习 把前面基础班的基础指示 巩固好 横实好 对吧 我想 不管你是在我 像我一开始这堂课啊 一开始提到的 你是已经很好的横实了基础 还是你在前面 相对来说 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基础 你又迫于这个进度的往前推进 开始我得学做题了 我得学习这个相关的这个习题了 我觉得都不要有太多的这种顾虑 或者是担心 对吧 反而是呢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再开始把前面漏掉的补上 不足的给它这个补充上 丰富上 我觉得仍然来得及 而且是非常来得及 而这个过程 就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 通过做题的方式来横实基础 这不就是我们经典题解 这一部分的一个初衷吗 对吧 所以呢 通过做题的方式 继续横实基础 很重要 第二个 我们说的是叫做感觉 感觉是什么 我们感觉 不是说 做题就是跟着感觉走 这个我觉得有点要命 当然说要命有点 这个太过于接地气了 但是大家都能理解 对吧 就是你要做什么题 都是跟着感觉走 你将来就会觉得你脚下没有这个 坚实的基础 你觉得你自己会很轻飘 对吧 我说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是通过了我们的练习 我们的不断的通过做题的方式 巩固好了相应的知识点之后 你再看到这个题 你就可以想到 我们在前面曾经做过什么题目 讲过什么知识点 对吧 这个感觉是能够对上的 就是我们说叫做 一见钟情 可能有点不够现实 但是见到它之后 叫做见字如面 一见如故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再看到一道题 哪怕是我们往下给大家的模拟题 哪怕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的历年真题 对吧 我因为前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基点 我再看到这个题 一见如故 这个效果多好 第三个 消化吸收并反馈 我们说 切记有葫芦吞藻 如果你到了这个阶段 你说老师 我基础班真的就是走瓦瓜花下来的 葫芦吞藻下来的 我想 反正已经都到了五月下旬了 是吧 那么我们不妨呢 就在奇题班的基础上 再一并的辛苦的去巩固一下基础 那么这个环节 这个过程当中 要求大家要消化好这样的知识点 对吧 消化好了以后 才能够吸收理解 并且做到反馈 叫做举一反三出类旁通 把知识点能够学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学成自己的真本领和真东西 第四个叫做 捕短板 温果而知心 我们说 木桶效应当中 特别关注就是 每一方都实际上在做着贡献 而每一方 有其中一方出现了问题 将会导致整个的 这个木桶出问题 对吧 而我们考试的过程当中 好像貌似还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是呢 我们讲 要实现一个顺利的通过 就是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一定不能够 有任何的 这个闪失或者大的披露 对吧 那同样的 对于我们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 发现自己啊 重要知识点 仍然有欠缺 有不足 一些不重要的知识点呢 可能欠缺会更大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环节开始补端吧 你哪怕不是做大量的题目 而是呢 通过做题的方式 然后 把知识点给他 找不起 补充其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夯实 并且提高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另外一个就是问孤儿之心 我觉得 可能我们 有很多的同学 就是我要出于一个 考试通过的这样一个目标 对吧 那我可能太多的去翻这个教材 是不是也没有太多的必要 我告诉你并不是 我们要 有这样一个 比较近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顺利的通过这个考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跟着老师的节奏 跟着讲义啊 这个视频的课程啊 做习题啊 那OK 对吧 但是 如果说我们 为了更好的 更有保险起见的 通过这个考试 并且为了将来自己的工作 去服务的话 我想 不断的去把这个教材 夯实和巩固 这个问孤儿之心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在每一次的看 阅读教材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都会有新的收获 当然 这可能 相对来说要求比较高 哪怕站在我们考试的角度上 我想问孤儿之心啊 也有必要 比如说我们问什么顾 问我们已经做过的那些题目 问我们已经强调过的那些重点 对吧 因为我们总有那个遗忘曲线的 情形下的那些遗忘 对吧 总会有一些相应的知识点 掌握的不再那么的充分 那么这个时候通过温固 就有心的体会 更重要的是 把我们可能已经变成了短板的地方 给它补齐 对吧 好了 那么 关于我们习题班 怎么样好好去学 怎么样去跟着老师的节奏 把我们前边可能已经落下的 或者是我们前边还需要补充的 或者是我们前边已经做得很好 现在要做得更好的 我想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整体的介绍 还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不管有什么trick 有什么技巧 有什么样的可能见仁见智的好方法 我觉得都重要 但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习惯 要对自己掌握知识 理解知识 有自己的一套 对吧 不重要在于 我觉得什么都抵不过勤奋 什么都抵不过自己的 对于初心的那份坚守 所以告诉大家 要继续坚持下去 唯有坚持不懈 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成功的笔案 好了 我们前沿的部分 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们能够开启一段 习题班 共同提高 共同进步 共同迎接 我们对于整个知识体系 更好把握的这样一个状态 同学们 咱们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